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击第二季的业绩 行家维持精明后财政年的新合约预测 也就是每年赢得17亿令吉的合约 比双微建筑20亿令吉的目标来得保守 这是因为国家债务还在攀升 加上油价暴跌打击石油收入 相信政府在短期内 不太可能推出新的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行家下坎2020财政年净率预估40% 但维持1令吉10%的目标价和减持评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